好,我們來分享一個很簡單的二間魔術方塊的轉法 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這邊目前的魔術方塊那個白色 分別在不同的面 好,那我們先找到一個白色 那讓它將白色的角塊放到這裡來 也就是朝自己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第一個步驟就是 找到屬於白橘 其他在角塊裡面還有白橘的 我們必須把它放到這邊來 我們看一下白橘在哪裡 這邊剛好是一顆 我們看一下白橘 OK,那如果今天白橘這樣子也OK 那如果是這樣走也OK 不管你怎麼走都OK 只要有白橘都丟到右上角來 那這時候我們要轉動下右上左了 下右上左 欸,很巧的 一次就完成了 有時候可能要兩次或三次 那白色對齊了,橘色對齊了 達到這個條件之後 我們就面對自己短90度 好,那我們要再做一次 要讓綠色在這邊,白色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找到 白綠的另外其他的角塊放到這邊來 我們看一下白綠在哪裡 這邊這邊,就在這裡 近在眼前近來沒看到 好,我們看一下白綠 一樣喔,做下右上左 下右上左 下右上左 好,綠色垂直線切齊了 那這個也切齊了 然後再對自己轉90度 找到白紅 欸,剛好在這裡 好,那直接轉下右上左 下右上左 喔,切齊了,切齊了 這時候呢,把它翻過來 這時候我們要完成黃色的部分 這一面要完成 那有時候呢,你會 剛好轉過來 這邊一個黃色的角塊都沒有 不用擔心 你只要重複下右上左 一定會有一個黃色角塊 讓你丟到任何一個角落 那你只要任何一個角落的時候 你必須選擇到這裡 OK 你這邊絕對不可以是黃色塊 那你最好是 將這個黃色塊丟到這邊來 OK 然後讓這邊不是黃色塊 好,那這時候 我們就不用找原色的 直接做 下右上左 下右上左 好,有沒有看到 黃色塊會被丟到 這個左上角這個角落 那這時候呢 一樣維持這個 不是黃色的角塊 OK 黃色面這邊不是黃色的角塊 一樣持續轉動 下右上左 好 黃色已經完成了 好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在上面 我們去找到就是 對你自己的 這條線是同樣的色塊 這邊綠色 那我這邊要同樣色塊 不是橘 那不然就是藍 我們找一下 這邊有兩個綠的 這樣子去轉 下一個公司OK的喔 或者是 這邊兩個是紅色的也是OK喔 只要是兩條 垂直線都是一樣 顏色就是 可以去轉動這個公司囉 好 目前大概只有綠色 好 那我們就走下一個公司囉 好 那下一個公司 就是先轉動 下右上左三次 好 這邊 握好下右上左 已經轉好一次下右 三次的下右上左 好 左邊朝自己90度 第一次90度 好再一次 三次的下右上左 好 第二次對自己轉90度 好 好 就是每轉完一個角度之後 你要轉三次的下右上左 那我們下右上左轉完的 我們剩下做一個公司要做 就是 朝自己轉180度 一 二 OK 然後一樣下右上左 好 這時候 OK 完成了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公司 那它雖然不是最快的 可是它一樣可以幫你完成 復原二階魔術方塊喔 那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 好